蛋白质的首要功能是建构组织 它是人体所有细胞、皮肤、毛发、指甲和骨骼的主要结构性成分 它也是人体用来制造酶的必备素材 而酶在消化质繁殖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蛋白质在生产神经低质方面亦不可或缺 这种低质会影响你的心智和身体 市面上的蛋白粉、白花、齐放 特美味的那些蛋白粉往往含有人工防补剂和合成甜料 可惜的是 这正是吸引我们继续购买的原因 但随着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健康和摄入的食物 天然和有机的蛋白粉越来越受欢迎 值得庆幸的是 有一个名为 火力高销应家国子蛋白粉的良心高纯度产品亮相上市了 可以肯定的说高纯度产品更清洁 身体更容易吸收 但你还是应该检查标签和仔细了解 以确定你的蛋白粉中到底有什么 让我们一同来全面了解这个名为 火力高销应家国子蛋白粉吧 大家都以为日常使用的牛奶粉是最高蛋白的 其实它的总蛋白含量才25% 然后总蛋白比牛奶粉更高些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黄豆了 它的总蛋白含量有35% 再来就是花生了 它的总蛋白含量也有26% 原来我们喜欢吃的鸡蛋也比花生总蛋白含量低了一点 总蛋白含量才13% 最后我们来看看属豆科植物的硬家国粉吧 总蛋白含量高达60% 也成为肌肉衰减 补充营养 健美增肌 素食者追捧的蛋白粉 在蛋白质中常见的20种氨基酸中 必须氨基酸和非必须氨基酸 硬家国粉也实属最全面完整的 对于人体的重要性和功效是其他营养素所无法取代的 不仅可维持成人的健康 也可助近儿童生长发育 这个活力高效应家国子蛋白粉值得大推 所以我们应该自力助近健康 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 我们的行为方式和食物选择会对我们的星球有很大影响 爱护地球选择更好的蛋白粉 活力高效应家国子蛋白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